脂肪瘤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李平 皮肤科 主任医师 脂肪瘤它是一个良性的肿瘤 这个病因要确切地说也是不清楚的 但是与刺激与脂肪代谢 这些也有一定的关系 再一个它大概有三分之一左右 有家族史 有单发的也有多发的 一般来说它根据它的大小 如果说一般小于十个公分的 一般都不建议治疗 可以不做治疗 可以动态观察 一般来说它生长是比较缓慢的 如果说长大了以后 如果大了要求做 一般来说都选择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是比较彻底一些 但是这个治疗也是一个小手术 一般都在外科 但现在随着皮肤科的发展 就说亚专业皮肤外科 有时候也可以到皮肤外科去做 做这个治疗 做完以后它做掉了 这个它就没有了 但是如果说多发 不能说你做了以后 其他部位再不长了 这个目前还达不到这个 不会有这样的效果 脂肪瘤手术切除以后 它一般根据部位 如果根据部位的常规的 你像头面部 少一些 躯干不多 它也就是一周左右到九天 一周左右它就可以猜线 它一般只要不引起感染 它就是一个在外科来说 皮肤外科都是一个常见的手术 也没有什么说太难度 风险特别大的 这个希望大家能放心 专家提示 一 脂肪瘤一般小于十厘米的 可以不做治疗 二 如果长大后 一般都选择手术治疗 三 脂肪瘤手术切除以后 一般是七至九天 一周左右就可以猜线